其實你還是要把它定義 先把它搞清楚 來 請進請進 好 先坐 好 好 你要再多一點點 好 好 來 我再幫同學稍微複習一下 來 看我這邊 等一下我們再帶同學做題目 所謂條件機率就是 我給你一些訊息 然後這個訊息 會改變你要門空間的結構 那這個時候 所以你要注意我這邊寫的東西 他說隨著情境的不同 而可能怎麼樣 改變 我講可能改變 代表說樣本空間即時產生改變之後 同學這個事件它發生的機率 有沒有可能跟原來是一樣 有 其實有可能 那同學你仔細看 如果說今天 我在第一事件發生的情況底下 我去看這個A事件發生的機率 其實我樣本空間 其實它是一個縮小的狀態 本來是我看A事件發生的機率 我是用這個部分裡面幾個元素 去除以整個樣本空間的元素 個數對不對 好 那同學你看喔 如果今天我把它局限在V的範圍裡面 去看A事件發生的機率 這個就是我們挑進機率的定義 那同學如果 如果說在V發生的狀態底下 A事件發生的機率 跟原來完全一樣的話 是不是代表這個V有沒有發生 都不會影響到A的結果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在我們後面會講到 這個時候我們就說 A事件跟B事件是什麼事件 是獨立事件 他們兩者是獨立的 這個開始慢慢有這個感覺 這樣可以嗎 這個條件機率應該是還蠻直觀喔 那同學你現在把課本拿出來 我們剛才那個席題是不是沒有講 我們把它講完好不好 來 你先翻到137頁 我們還是派同學把席題看完 這席題其實蠻重要的 來 請翻到137頁 137頁 同學第9題可以講一下 這個第9題 這個是一個不錯的題目 這個題目我們給他兩個贊 這個題目你可以寫在旁邊 這個題目是95年學測的考題 95年學測 這個題目的答對率有40% 這個題目他是選擇題 他是當年的單選第二題 那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我建議同學你嘗試用各種方式 去處理他 他說幼土有一個棋盤型的方格 對不對 那隨機選取兩個格子 那麼請問選出來的兩個格子 或在同一行的機率是多少 來 科學你先試著去處理這個問題 我現在先把這個方格先把它畫出來 等一下我來請教一下同學 關於這個題目你有什麼樣的一個看法 其實像這種題目啊 學測他的答對率40% 其實我覺得有一點偏低耶 你帶從第二題來講的話 我覺得有一點偏低 這一題答對率應該要再更高一點才對 首先喔 同學處理這個問題 我覺得要先講一個觀念 同學我問你喔 橫的叫什麼 直的叫什麼 橫的叫做列母 直的叫什麼 橫 橫超高 我們連剛剛橫不清楚喔 寫一個T在旁邊好了 來小學 橫 橫的叫做什麼 橫的叫做列喔 橫的叫做列喔 啊直的叫做什麼 橫喔 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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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叫做列 對 但是有時候 如果你搞不清楚列跟橫的話 可能有些題目你在解讀上 會產生一點 會產生一點物文 那橫的叫做列 其實你可以怎麼樣去記它呢 我以前在拜託我講過 同學一列火車從你面前經過 它是橫的經過還是直的過 橫的 這邊不一定 一列火車從你面前經過 它一定是橫的經過 所以橫的是列對不對 很容易去做聯想 橫的是列 直的是行 這樣可以嗎 很容易喔 超簡單喔 好 那我們這個題目 可以你想想看喔 應該怎麼去處理它 我們考慮第一種做法 考慮第一種做法 我們可以用正面解法 好不好 來請問同學 這個分母應該是多少 它16格要取幾個出來 取兩格對不對 所以現在是C多少 16 16取2 這是指全部的情況 這樣可以嗎 然後它分子喔 它要問什麼 它說取出來 那兩個不能怎麼樣 不能在同一行 那不能在同一行 那你這個時候就知道 他們兩個一定在不同行 那這裡是不是總共有四行 對 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第四行 所以他們兩個一定在不同行 所以到底是在哪 兩個不同行 所以請問應該先寫一個C4取多少 2 先把這兩行把它挑出來對不對 那挑出來 假設我選到的是第一行跟第二行 那再把第一行 我們要挑一個格子出來 第二行也要挑一個格子 所以第一行四個格子挑一個 這邊要寫多少 C4取多少 1 那第二行來這裡四個挑一個 是不是也要C4取多少 1 同學正面解法 是不是可以考慮這樣寫這個問題 可以嗎 是 來幫我算一下 這一題答案是多少 5分之4 好 有同學們快算出來 答案是5分之4 那現在我們考慮這個題目的 第二種處理的方式 第二種處理的方式 是透過所謂的反面解 同學反面解也是我們常使用的一個策略 反面解就是用全部去扣掉什麼 哇 這個題目什麼情況下會不合 兩個在同一行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用全部去扣掉 他們在同一行的情況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來同學 那我們準備寫這一題答案 來同學 全部的機率是多少 全部的機率不是1嗎 對不對 全部的機率是1 整個樣本空間有沒有 好 好 那同學分母應該是Cdota Cd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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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他們在同一行 同學那同一行 到底是同哪一行 你是不是四行要選一行 所以這裡要寫Cdota Cd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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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同學你知道後面要寫什麼嗎 Cdota 後面要寫Cdota Cd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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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選出那一行之後 那一行是不是四個格子 你要挑兩個出外 所以同學這個扣掉 如果沒有扣錯 這一題答案也是多少 五分之四 你幫我驗算一下 這答案請問問題 可以嗎 可以 但是同學這個題目 其實我覺得這個題目其實可以很直觀 你覺得這個題目有沒有更直觀的解法 好 我會做 有沒有更直觀的解法 誰要講 其實這個題目或許你可以這樣做 來我提供第三個想法給你好不好 好 來 第三個想法 他說選兩個格子 這兩個格子不能在同一行對不對 同學我第一個格子有幾種選法 16種 所以其實第一個格子它是16分16對不對 它是完全自由的 這16格你隨便選誰好像都沒關係對不對 假設第一個格子我選的是 我選的是這一個 好嗎 好 那我問你喔 輪到我們接下來要選第二個格子 請問第二個格子 剛才第一個格子選這裡 那第二個格子我問你 它照理講它的自由度變成多少 15對不對 它是不是要從15格選一個出來 可是因為他們不能再同一行 所以這一個能不能選 不行 不行 所以事實上 你分子這裡應該要寫多少 要寫12 對不對 所以同學這一題 你如果這樣寫的話 這一題答案就是多少 五分之四 五分之四 對不對 你可以很直觀地去看這個題目 這樣講可以嗎 這要是不是很直覺 對 可以吧 好 那這一題我想我們很快 就跟同學分享一下 那接下來 同學我們再把剩下的題目把它看完好 同學那個基礎題 你可以自己回去做嗎 可以 行不行 那應該可以吧 自己回去寫 來我現在再講一下那個第十題 這個第十題 我們也很快的把它講完 這個題目我想我給他兩個帳號 這種密碼的問題 這個題目他怎麼說呢 我看一下 他說美美申辦提款卡 他說按照銀行規定 你要自訂四個阿拉伯數字 排成一組密碼 某天美美要提款的時候 發現他忘記了正確的密碼 他只記得他的密碼 只有四個相依的數字 一三五七怎麼樣 五七什麼九 來這四個數字所排成的嘛 那因為美美忘記了對不對 所以美美要用猜的 那我現在問同學喔 每每猜一次就猜對的幾率是多少 二十四分之一 同學 這個是個相應的數字 做直線排列 方法數應該是四階 所以是有二十四種 所以他一次就猜對的幾率 是不是二十四分之一 這知道我的意思嗎 很簡單 這第一題喔 那第二題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第二題他說 提款機他有一個設定 當你輸入的密碼 連續達到三次的時候 你的提款卡會被吃掉 那麼美美長次輸入不同的密碼 那麼請問他的提款卡 會被沒收的幾率 我問你他提款卡被沒收 代表他三次都猜錯嗎 都猜錯嗎 所以來這個假設叫第一次 這個第二次 這個叫第三次對不對 來同學我現在問你喔 美美要連續猜錯三次 那麼他第一次猜錯的幾率應該是 二十四分之多少 二十三 可以嗎 對不對 那第二次要猜錯的幾率 應該是 變成二十多趟 二十三分之多少 二十二 那同學你知道 為什麼變二十三分之二十嗎 不會猜同一個密碼 對 你剛才猜一三五七 結果發現 不對 你第二次還會再輸入一三五七嗎 順便堅持 又不是白癡 誰會做這種事啊 所以第二次猜錯的幾率就是這個 好 這個是懲罰原理嘛 好 那第三次也錯 是二十二分之多少 二十一 二十一 所以像這個題目 其實非常簡單 就把它約掉 所以答案是二十四分之二十一 對 幾率很簡單 所以答案是八分之多少 八分之七 好 這個是我們的特門的 他說進階題 但其實好像還好 對不對 好 那講完這三題之後 現在我有一個題目 好 好